今天又和大家做一次紫上谈兵 今天是讲这个 FX-30 因为 FX-30 基本上是一个 FX-3 的一模一样的指挥机 很快地看看 FX-3 的规格是什麽 它凭什麽可以做它的指挥机 如果是 FX-3 大家很简单知道是 Full Frame 它的 sensor size 是 3.6 x 23.8 将近 36 x 24 很典型 Full Frame 的尺寸 它的有效像素只有 1020 万 是很典型的拍片机 而这个像素的规格肯定是 Pixel to Pixel 那种成像方法 它的最高 ISO 达到 124 万 很典型的 跟所有 A 系列的镜头一样 部机很轻 只有 700g 而已 它有一个提供到真正的拍片机 为什麽呢? 它可以提供到 All Eye 即 All Intra 的录影 而 All Intra 录影 如果是 10 Bit 422 4K 的话是去到 600 Mbps 的 很高的规格 如果它拍 4K 的话 它的最高的 Frame Rate 会去到 200 架 有 RAW 提供 RAW 的 File Size 典型就是 426 4 x 2 x 0 8 其实这些机的有效像素只有 1000 万 就是这样的 4K 比 4K 大一点 就让你以后可以做一些 Oversampling 在最后 output 里面 所以它基本上 就算你用 RAW 来输出真正 4K 比 DCP 用的话 也是够用的 可以提供 S-Log 2 和 3 而在 S-Log 3 下面 的动态范围是 15 当 Plus 的 拍片时有 627 点的自动对浮 它的 Display 是 144 万 内置了 5 轴 达到 5.5 级防震 有一样东西它提供很好的 就是当时很重要 就算是 A6300 是什么 还是 Prophey Recording 代理 File 因为如果你拍 10 Bit 的 File 或者 RAW 的 File 拍完 Prophey 有一个好处 就可能会省到你后期 即是压造 Prophey 的过程 看看你怎样选择 亦有大的 Full Size HDMI 套 亦有 Canon 麦插的 Adapter 它的售价那时 FX3 好像是 27000 元左右 我不知是会便宜一些 我用过 你会问我Quality 好不好就好 就算是 10 bit 4 2 2 了 就算你拍 H64 以及它可以提供 H65 也是那句 如果你有 Prophey File 你可以有代理 File 你可以拍 H65 中 5 大问题 因为基本上 你都不会用 H65 来看 你可以看回 Prophey 但如果不是的话 我也建议如果你的 File 你的卡够的话 拍 H64 就会稳妥一点 因为 H64 的电脑够力的话 甚至可以直剪 也有可能 但 H65 一定不可能 这就是 FX3 的规格 我们来看看 FX30 了 是不是一部姊妹机 说到姊妹机的话 简单 当然它的 Sensor 怎样叫它妹妹 因为它小了 即是 APS-C 或者我们叫 Super 35 其实呢 在未有 Full Frame 之前 基本上拍电影 都是 Super 35 所以那时候 我也挺欣赏 APS-C 的 Format 因为 你如果想学习 很快地跳去拍电影的话 很简单 你用多些 APS-C 的机器 去取景 去习惯 拿野角度 你就很容易比较 习惯了去电影的 Format 但这几年 连电影都已经步向 Large Format 电影都在说 Full Frame 所以基本上来说 APS-C 就是 Full Frame 以外 是一个 当然比 M43 大的 Format 我又不觉得它是一个 叫做很差的 Format 如果你不是每次要追求 Full Frame 的话 其实 我经常说 拍片来说 M43 真的有好处 因为拍片的景深 有时候真的不可以太短 我经常说 你拍 Full Frame 你因为不想那么短的景深 接着要用小一点的光圈 哈哈 你想想 例如你拍 Full Frame 的时候 你要用四光圈 那个景深才容易 因为人们会动 你不想景深太短的话 即是等于 APS-C 的 2.8 也等于 M43 2 光圈 也等于 M43 2 光圈 对不对 其实你要 Step Down 这种东西 其实就是 Full Frame 有时候 针没有两头的牺牲 所以APS-C 亦是不差的方式 特别 如果你拍片的话 其实我觉得它两头肩固 到的 好了 它的 Sensor Size 就是 23.3 × 15.5 即是比起 24 × 16 就是小一点 但是这块是 6K Sensor 刚才 FX3 是一块 4K Sensor 现在这块是 6K Sensor 它的有效像素是 2,010万 当然是 2.6K Sensor 是 2,600万像素的 Sensor 它的成像方法就不同了 它的成像方法就是 Oversampling 即是它会大一点 压缩到 4K Sensor 它没有给到 6K Sensor 它是给 4K Sensor 就是 Oversampling 的方法 如果它给到 6K Sensor 就是一个 Pixel 到 Pixel 的方法 Oversampling 有什麽好处 有什麽不好处呢 好处就是 Suppose 可能会比较硬 因为它有更加多的 data 压在更加小的画面上 这个是好 很多时候我们做 DCP 当然是一个比较大的 source 压缩到最后我们的 target 的 resolution 里面 都是这样做的 它说不好处就是什麽呢 不好处就是 可能会热 因为 Sensor 做东西很高的工作量 我经常说 一部机会关掉 不是因为它拍 4K Sensor 因为它是 Oversampling Sensor 要很热 它不断地做很多运算 很厉害 如果加上自动焦点 就会更加热 但是它解决了问题 应该是 所以客观地说 如果你真正正正想买一部 拍片的机器 其实 Pixel 到 Pixel 就会稳定 你一用 Oversampling 它一定是有少少问题 但好像解决了问题 最高 ISO 只有 32,000 对比刚才的 Fx3 有102,400 差了一截 差了一截 差了一档多 好了 都是 E-mount 软件 软件 646g 它电池的工作时间 录音时间是115分钟 比起 Fx3 的 95 分钟 比起 Fx3 的 95 分钟 长一点 因为它虽然用了 Oversampling 电脑的运算要多些电 但始终 Full Frame 的 Sensor 都会多些电 这方面会比 Fx3 省电少少 其实录音规格一模一样 大家都可以做到 All Intra 4K 600 Mbps 10bit 422 亦有 H265 亦一模一样 如果 H265 亦可以做到 200 Mbps 4K 亦可以做到 120 Mbps 但当时要拍 4K 120 Mbps 是有 38% Crop 因为它的 readout 做不到那么快 亦有 S-Log 2,3 这个很正常 在 S-Log 3 下 它有 14 Mbps 的动态范围 这方面我一向都觉得有参考 因为我始终不太相信 不太相信 这方面的意思是 你一定要自己做 这个厂里面 它将紧紧有的反应 都当是在这里 所以叫做 Plus 那 Plus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不有 看到不就看到 是不就是 看不到你觉得不是 一般来说 我觉得现在 reasonable 合理性 好可用性 大约有 12 档 就算去到 Arianexer 最新的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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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已经有 17 至 18 档 这个已经很厉害了 17 至 18 档 但我经常都说 动态范围去到 10 档 其实都很好 很够用 再高 再高会帮你什么呢 帮你就是 在你无法打灯的情况下 无法打灯的情况下 让你去拍摄一些 反差很高的环境 就会取得多些资讯 但是有时候你想想 其实这一件事 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 因为在电影里面 我们一直打灯 打灯不一定 只是去满足这个 动态范围要求 不只是满足黑月白的要求 光月暗要求 打灯有时候还是一种效果 很简单的事情 室内基本上 其实都够光 但它没有立体感 如果你有立体感 或者有气氛 你才会打灯的 所以 当我打灯的时候 其实我就不会太过去 去理想它 究竟有多少的动态范围 我只要知道 只要知道 知道我可用的动态范围 究竟有多少 以及它的宽容度 究竟有多少 给我多少走赞位 这样已经够了 所以大家也知道 这就是一个 所谓的15D Plus 一个14D Plus 就是这样 在拍片时 有495点的对焦点 比起这个 这个 这个 Fx3 比较少 627点 但因为这两架都无反 所以用E-Mount 我都会觉得 拍片很多时候 你可以考虑 当然考虑 用E-Mount 因为我亦都用很多 就是多面图的镜子 是比较 就是 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面图的镜子 你用E-Mount 其实就无所谓 是的 你亦都可以 多了很多镜头的选择 是的 它的Dispay 比较好 230万点 对比起 144万点的Fx3 也好很多 那么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拍片的时候 现场感会更漂亮 亦都有Propsy 亦都有5组5.5级防震 亦都一模一样 有大HDMI 和XLR的Mita Adapter 好了 这台机 我觉得它们 在拍摄上 的确有点心思 因为你现在 可以自定 在我的工作流程中说过 现在 特别你拍RAW 或者拍S-Log 或者拍HDR 这台机器 也好 如果你没有 这台机器 看的话 它会比较低反差 低反差 和淡一点 有这台机器 有这台机器 是Cube 可以装进去 就可以给你看到 它可以分别 只是给你看 或者真正要录进去 我经常都说 最好不要录进去 你看好了 这台机器 实际上 第一件事 它是否真的 一台Fx3 的姐妹机 第一个这么说 它随了 那台机器 外形之外 我觉得 并不是 因为怎么说 如果相当正是 Fx3 的姐妹机 其实它的感觉 应该要 从Fx3 但不可能 因为Fx3 它本身 本身 那块 4K的感觉 4K的感觉 已经是Full Frame 才做到4K 如果它 装进APS-C 即是装进去 肯定没有4K的解像度 所以一定要做一块新的 所以其实问题就是 它究竟 是否这样 质量可以绝对一模一样 我经验告诉我 应该不会 因为 为什么呢 这块是6K的感觉 其实这块是新的感觉 但你对回其他东西 其实它的规格 表现 是和A6600一块一模一样 好似 就是在同一尺寸里面 加多像素 我永远都这样说 同一尺寸 当像素多了之后 当然你赚了像素 但你亏了的话 一定是ISO Performance 你一定是亏了低光表现 或者叫高感光表现 一定是亏了 所以在ISO 里见得到 一架机可以到102,400 而一架机只可以到32,000 其实这个已经很典型表现了 其实它们的画质一定是有分别 一定是有分别 而是否可以Holy Match 我还没有在这个机器试过 但以我一般的经验来说 而因为Pixel Size 相差那么远 其实它们出来的画质 是很容易有分别 所以它不是很典型的一架子 但我并不觉得它是一架 可以一架做AB机的字枚机 我觉得在FORMFETA上 比起A6000系列更加适合拍片的机 即是一架APS-C 而有FX3的FORMFETA 但是它并不能等于 它可以做FX3的字枚机 特别在AB机上 另一个就是 正如我所说 一架拍片机 为了不要有多余的功耗 的损失 其实是不需要高涨数 譬如ARRI的 ARRIALS 它永远只是做高一点 譬如以前FORMFETA 它做2800万样数 在4K做高一点 只是做到5K 已经足够了 即是由5K压到4K 就是这样 2.8K压到2K 由6K压到4K 其实也是多 而这个FX3 典型是一部拍片机 但是FX30 我可以这么说 其实它不算是一部拍片机 其实它是一部Hybrid 在这里讲一讲 所以你听完之后 我会跟你解释一下 现在基本上的机 当然这部FX30 和FX3 都是偏向于CINE的系列 即是电影系列 它的FORMFETA 比较像拍片机 但是其实 都很Hybrid Hybrid 意识都混合了 即是说 这个Digital Sensor 它当然可以有影响 可以拍片 但是当然 每一部机的设计 到最后 它都会拍片多些 还是拍片多些 还是拍片多些 还是两样都差不多 其实两样都差不多 换句话来说 它每一部都不会给你最顶级的功能 你坚固性能量 其实对拍片来说 功耗多了 就不需要 所以拍片机来说 很简单就是正常所说 你4K 就是4K像素 不要做多 不需要做多 做多你就要电脑另外做oversampling 所以买相机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一下 究竟你很想买一部 影响好功能的相机 还是买一部 拍片好功能的相机 还是你想买一部相机 但是它可以拍片或拍照 所以你选择Hybrid 而这部来说 其实虽然它是电影的form factor 其实它的设计 特别是用这块Sensor 这块2600万件数的Sensor 其实这部Hybrid 比较多 其实它影响都可以 一部Hybrid 它只是说Hybrid 它的Hybrid 分割比重 比起A6600那些机 比较偏向了拍电影 其实也不是一部 完全一部 百分百的拍电影机 如果说真的 比起原本百分百的拍电影机 应该是Epic 3 但是 如果你问我 这部机能不能买 它价钱是比起Epic 3 差不多便宜了一半 可能它转移 好像现在说 设计价值价值 不到二万 可能是一万多元 但我觉得它有一个比较好 就是 Epic 3 对我来说 都是旧走新屏 其实我自己 不太喜欢旧走新屏 旧走新屏的意思 我做了一个对比 Epic 3 这部机能和A7S III 基本上一模一样 都是那一部感觉 表现亦一模一样 它只是将那一部感觉 放入机壳 其实很惨 我经常说 现在的发展 科技发展 已经到了樽颈 因为它们已经给了太多 给了很多东西 给了很多东西 那些东西已经很久 用不着了 好了 现在已经多了 所以现在的厂方很辛苦 他们唯有将那些 一二有的东西 有没有绵意突破 唯有将它 放入另一个 壳里面翻身 就变成了 放在A7S III 其实那部A7S III 已经是拍片的机 但都属于一个 Hybrid Form Factor 它等了下来 Epic 3 所以Epic 3 其实对我来说 只是旧走新屏 Epic 30 就好一点 它并不是旧走新屏 它真的是新的感觉 刚才所说 但其实我也有说 它的规格表现上 又和A6600 并不是很大分别 如果你真的还没买 你究竟想在FX III 还是FX 30 里面选一部 大家可以看看 你的配套 如果什么都未有 其实你会想的 就是 我想可能 真的像FX III 一部价钱 但可以买 将近两部FX 30 如果你做事来说 你觉得AB机 是方便一点 有两部FX 30 我当然宁愿买 你买两部FX 30 你便撇除了 Full Frame 短景深感觉 或者更加高的ISO 其实Sony的相机 一向来说 它的高感光 都不是太差 OK的 而且它基本上 拍片的规格都高 因为到10bit 422 拍摄S-Log3 是绝对可以的 一定出来 画面都漂亮 这就是我的看法 到最后 都是那一句 现在的价格 没有一个差异的 即是现在 你买相机 只要考虑 正如我所说 性价比 是否你觉得值得用 第二件事 就是它的功能 你适不适用 这些拍片功能是不错的 第三件事 如果你本身有很多配套 是Sony的东西 你很喜欢Sony的颜色 那便可以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